再次謝謝蘇院長 也更要謝謝我們各級部會 包括喬委會 文化部 不管是在機會上的支持 還有在籌備當中的指導 讓這個晚會 一直到經過幾個月的準備 才有今天這樣的一個初步的草案出來 謝謝我們中央各部會的協助 那麼要謝謝行政院院長辦公室 特別幫我們募了一些款 來協助這次的整個活動辦理 謝謝議會的支持 及各鄉政公司的支持 讓這次的晚會 我想在宴先生是第一次承辦這樣的晚會 所以我們都全力以赴 由宴先生的文化局來主辦 各相關局處全力協助 選擇在宴若運動公園的田徑場來主辦 那麼這個晚會的內容除了考慮到這個進場 以及這個僑胞有要返回台北的時間限制 所以五點就開始進場 那當然配合一些晚場 會準備了一些點心 那麼希望這個晚會從五點進場 晚場一到九點準時結束 包括停車的空間 包括進場的貢獻 包括晚會的內容 我們中央各部會都做了很多的指導 那麼包括這個節目的內容 包含了民歌歌展戲 還有比較年輕的這個歌手 最重要我們還有孫當議會議所領導的原住民的馬卡巴亥 馬卡巴亥當天啊 有位這個表演這個節目 還有剛才看到的南洋舞蹈團等等 所以涵蓋了各族群老中青 都有這樣很好的這個演出了 那藉由這次機會啊 讓各地僑胞來到台灣來到伊朗 能夠認識伊朗 能讓他喜歡伊朗 所以我們希望僑胞來了一次之後 就每年都能夠來 到伊朗來這個參觀 來走走來消費 那麼也這一次演出 那透過這個全國的這個播放 讓全國的民眾 能夠認識伊朗的文化藝術等等 也是一個行銷伊朗的好機會 所以我再一次要謝謝我們立委 還有順便長 能夠還有籌備會啊 能夠有這個 讓伊朗有降臨的籌備的機會 謝謝陳窩莫立委 在籌備會啊 全力的爭取 讓伊朗才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再一次謝謝各位 謝謝中央版各部會 謝謝 謝謝阿倫各位 謝謝阿倫 謝謝阿倫